大家好,今天是3月15日,星期五 到下星期左右,有些人开始做期指结算 无论如何,今天市场比较跌,原因是美国也跌 要留意,美国开始会跌 所以今天上升的板块只有3月 我再提一个,美国会开始跌 原因是日本加息 当然,日本加不加息呢?不知道 美国很高兴,也不让他加 现在息口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美国加不加息、减不减息 是跟中国对着干 中国亦是减不减息、减不减息 亦是跟着,不会加息的 即是减不减息,放多少水 亦是跟着美国对着干 这些稍后再说 无论如何,现在你不要纯体 息口是一个经济问题 息口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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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中美的角力 好,再来看看这个板块只有这么多 上升的板块就是这些很厉害的东西 厉害的东西 好吗? 我们再看看它可以升到多少 第一件事,这是一个工商业的什么 这些是不够一元鸡 这些是保持东远教育 这些是保持东远教育 这些是升了28% 因为它是四个仙 升了一个仙 就是二十几个仙 一次,这几个就是 这几个得道 就拖了成行业的仙 再其次,我们再看 就是这个金属抗产行业 这些是中国核抗产行业 留心这件事 中国核这件事 开始在这一两年 是很厉害抽升的 所以这只1164 不要不留意它 还有其他浪金 还有洛洋物业 不要不留意 有色抗产亦是一样的 再其次,这些就是博制品 这些东西集团 这些是由于做氢 亦是需要留意的 氢能源 是开始会好的 其次,我们会看看 有电信服务 电信服务就是 这些这样的 没有啦,这些都好 幸好昨天走毁了这一只 接着有零售 零售就是这些 亦是很厉害的 唯有中国中面 比较大一点 其次,我们要看看 就是 其次 其次今天,由于上到来 就是试图的宗族 有个担心 会不会在这里 就会摔下去 那机会呢 我自己个人看 是小一点的 是小一点的 我们首先 不同好像这些 摔下去 我认为机会是小一点 那当然啦 大家猜猜了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猜的 那么 就在这里 这里 这个位 是值得留意的 那这里呢 就在这里 这里来说 其实这里已经是 升穿了这个 阻力位的了 就是这里 基本上升穿了这个 阻力位 现在是挑战 是这个阻力位的 如果再升穿了万七点 如果再升穿了万七点的话 就应该在上面 应该先望是175至176 这些阻力位 我始终会看 在今年的六月之前 是有机会见到 一万八千三这个位 今年六月之前 应该可能有望这个位 当然啦 除非世界大乱 大乱的意思包括什么呢 俄罗斯和欧洲 北约真正打起来 好 好了 再一次我们看看 讲完这个 我们看看 啊 忘记说 基本大 大的板块里面 没有东西可以看得到 都不会看到有红的 那么 《信达新闻》 因为昨天跌了一只狗 今天升了一点 而已 创伐是继续升的 这个是好的 那么 这个是 这个 经基金的一样东西 又会有点升 哇 这个升得好多 你看这个怎么样 好 那么 再一次 我们要看回 就是 回来 今天可以有些什么 口口呢